大家好 我是立法會議員黃俊錫 艾文 政府早前公布截至2023-2024年度 企業以電子報稅方式去呈報他們的利得稅有約3300分 佔整體報稅表47萬分不足0.7% 其實政府也定立目標去2030年 要所有香港登記或註冊公司 都需要以電子方式進行報稅 雖然現在我們還有七年的時間 但如果以我們全香港有超過143萬間公司 去進行電子報稅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需要加快這個力度 我們再看回全球不同地方 其實他們都採取了這個電子報稅 的確電子報稅可以讓政府更快去採集到我們香港的企業資料 從而優化它的政策 幫助我們去經濟上的發展 但香港過往很長時間都是習慣指張報稅 而電子報稅的確對我們的企業造成一定的壓力 所以我都期望政府可以推出更多的措施 去鼓勵企業逐步接受電子報稅 以免2008或2019年度 企業才一窩蜂去報稅 令我們的系統難以負荷 但是我們會不會有故事 有東西可以補充 接下來的目標 有東西可以補充